根据中央气象局的资料显示 周一周二受到封面以及东北季风增强 通过影响而花冬天气转粮有局部的阵雨 那么接下来的天气变化又会是如何 我们接下来告诉大家 22日周一起受到封面及东北季风增强影响 周一周二花冬天气转粮有局部阵雨 周二白天后雨势趋缓 周三起天气转趋稳定 稳定天气预计持续到周末 不过花冬仍有局部阵雨 从24号的时候开始我们可以看到高压出海 然后整个环境场吹的是比较偏东风 东南风那个情形 然后马蛙台风也一直往台湾这边移进来 不过后续我们还是要看整个大环境的变化 我们才能知道说这个台风会影响到我们 所以我们来看这一周 其实大概天气都不会太好 我们知道我们花莲这一直都是一个迎风的情形 然后到后续台风会进来 离我们其实看起来蛮近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周23号 我们受到东北风影响会有一些闪电打雷跟雨的情形 24号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天气就开始转的比较好 因为东北风已经开始转成东风天气不错 但是我们刚才也看到了26 27 28 29的 这个期末的后半段 这周后半段我们可以看到台风基本上是逐渐朝着台湾这边的 所以它会带过来一些水气还会影响到我们 所以我们从26 27 28 29这个天气大概会受到台风外围的影响 所以我们的水气可能就比较多 所以降雨可能就会比较明显一点点 所以这一周要注意的两个情形大概 一个情形大概就是台风会不会对我们花莲产生影响 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说 27号以后会有长浪的情形 所以我就建议民众去海边的时候 就尽量不要去海边观浪或是做任何海边的活动 尽管周间天气转趋稳定 不过受到太平洋高压增强影响 午后山区容易有热对流雷雨发展 山区活动要特别留意 至于今年第二号台风中台马娃 离台湾仍有端距离 后续对台影响有待观察 记者长包演 华林区报导 dan记者长包 medio 碎 哦 感谢观看